中间度的领域里的版权创新 还有它的公共政策的制定 还有以其各民族之间的合作之间的法律条文 这里显得非常清楚 那么近第一次第二次论领域 第三次信息公司崛起 各国人民面对的挑战 必须要选择全球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共同价值观念 这次欧亚会议也强调了和共同价值观念 尤其也强调了文化多样性 大家是不是在一个地球上 如果不包容不尊重 不进行一次全球化的整合 那就不可能进行实现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对话和合作 所以这个平台建立 这个理论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欧洲回过欧洲的历史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 到了包括宗教革命 包括唯一复兴 影响了欧洲 以及是欧洲走向文明的这次 最重要的历史一定的事件 就是唯一复兴 那么在全球化期待 国为率先走向一个多元文化时代 这一年 世界领导人签署了 在东京 已经奠定了这个全球化的平台 多元化平台已经建立 这下公约中文所产生的文化多样性 是延续交流变革的源泉 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遗产 文化多样性也为各国可持续发展 成为它的主要推动力 联合国教育人专业通过了世界挖多大性协议 世界挖多大的宣言 就像联合密长副部长所说的在文论坛中 按赫信同所说的 多样性将创造下个世界各民族光辉灿热地区 多样性将消除人们的恐惧与不安 联合教育总干事也提出了 多样性是应该作为人类重大的节日 也应该作为全人类的一个创新事业 在这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体化共同展示观念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办理了 召开世界文化专业首脑中央 现在中国商业里面 采取多边族的外交 中国制度就定了 采取多元化的外交政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好客善于合作的国家 同样加拿大也是一个多民族 多文化多元文化的国家 维大国家 它包容了各种宗教信仰 在外向全球化时代 我们需要超越政治 超越意识形态 消除和忘记 由于政治大概的种种分歧 中家两国援手 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公约上签字 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价值观念 把我们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资源共享 创新合作 共同推进全球化的事业 也正像联合并上所说的 今天没有比全球化合作更美大 更除光的事业 世界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静 这样对全球化合作的重要性的革命性的认识 基于这种 创新思想 以及第二次 北美世界财富高峰攻击意义上 我们集思广与大家共同探讨 有关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一些问题 这个对我们未来的发展 对我们未来的所进行的 我们所积累财富的可持续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也将是持久性的 也是全面的 全人类的共同参与的一个活动 人类再不相信什么救世主 也不相信什么 那么多的危机 人类相信的是要团结起来 进行一场全球化的能达合作 最后 我还是用我原来写的歌词 意大利作曲家萨斯兰兰作曲的 全球化主题曲 上次我也使用这个结束了 因为在我的第二部箱里 希特勒的部箱里 有一句话 谎话最千变的一个真理 我是真实的 如果能唱一百遍 成为国际歌 全球化时代国际歌也挺好 但连异国也笑了 他说连异国有国际歌 不需要你的 那我自己唱你吧 我上去有大会主席 现在国家主席副主席 我自己也在台上 我的安装队这种人的财索 我怕他有意见 我整个字不会让你难受 我都没有 挺好的 那么我再次读一下 但是我上次讲的 我的相应在美丽的行动中 这次我改成 我的第三部箱 叫多伦多 我还可以改动一下 林大利作家做得非常好 他为了付款全费 他我在做 他是基督山的安装队的作手 萨萨兰做了三百部片子 他跟我讲 他在人类的重恩 他跟我讲